十八樓C座 對, 平貴也是其次 最重要是簡直適用 謝謝, 老闆 別客氣 你這間餐廳挺熱鬧的 那當然 有做過, 但很短的角色 而且我很開心、很榮幸 這次可以參與十八樓C座廣播劇 因為它陪著我成長 也陪著很多香港市民成長的廣播劇 這次在前輩身上真的學了很多東西 而且我很羨慕他們 有一份長工可以做五十年 我也想做 我希望遲些可以加入 很大分別 因為拍劇, 你要面對鏡頭 要顧很多東西 廣播劇其實不需要顧太多 而且不用背 可以對著 而且你自己用口語化說 是輕鬆很多 但當然在前輩身上也學了很多東西 不是單單讀稿 要培養感情 投入很多很多自己的元素 我覺得其實做多些廣播劇 對自己拍戲也有幫助 因為會磨練你的演技 聲線 會做得更加好 我覺得 沒有啊 我希望遲些她給我多些難度的角色 今天沒有啊 因為我乾媽, 紅姐 帶得我很好 而且是很輕鬆 做得非常開心 沒有牙婆 因為我覺得沒有牙婆很難做 而且經常罵人家沒夫妻 沒有牙婆 我覺得很難做 沒有牙婆 我覺得沒有牙婆很難做 剛才我原來用條理頂住下面的牙齒 就可以學到沒有牙婆 所以每一個工作都可以學到很多新的東西 可以增值自己 很開心、很榮幸 可以參與十八樓師座 這個廣播劇的錄音 還要是五十周年 在這裡 祝學十八樓師座 觀眾層面越來越多 祝學他們收聽率越來越多 還有繼續做下去 我都會支持你們 希望他們有六十周年慶祝 七十周年慶祝